Baby 斷了吧 好與壞都斷了吧 不幸福還有什麼值得掙扎 蕩氣回饞的旋律 李文用真摯情感詮釋 把分手的心碎斬露如影 能不能回到過去那 過去那種快樂 光熱的愛著 每首情歌李文都能用深情抚慰人心 但他今年旅傳婚變 似乎自己也過得不好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李文加拿大籍的富商老公Bruce 對外發出報告 寫下李文長期跟病痛鬥爭 7月5號離世時 全家人都在旁陪伴 更說李文是他摯愛的妻子 深受愛戴的朋友和親愛的家庭成員 而底下除了庶民自己和兩位女兒 還列入李文的兩個姐姐 但李文的二姐李思琳 立刻在留言區打臉 寫下這是他老公發的 並不是我準備的 而有眼見網友也發現 李文的兩名妓女 似乎已經註銷IG帳號 天后奏事外界悼念 李文的好友更驚爆 其實半年前他就罹患乳癌 一個人勇敢抗癌 老公卻跑去旅遊 李文過世前曾經以自身經歷 創作出最後一首歌 當時給了不少人力量 如今卻是向對自己喊話 三星兄徐趙偉 蔡春旗 台北報導 1998年萬人民演唱會 李文是華語樂壇第一位 在北高兩地舉辦萬人演唱會 的歌手 創下不少樂壇紀錄 李文雖然有大明星光環 但私底下可是非常暖心 和志工們徹夜分裝橘子 2016年李文偶然得知 有名七十多歲的老人 在寒冷天氣中賣橘子 他二話不說 拉著媽媽和姊姊去購買 一共多達二十多萬斤 最後順利在七天內賣光 年過八旬的王爺爺得知李文過世的消息 含淚受訪 說永遠記得他的幫忙 而李文仁美心善 好幾度為別人淚崩 李文時刻掛心別人 他的二姐接收平面媒體訪問 還提到李文在病情惡化時 眼睛都是空的 卻還擔心別人快不快樂 即便自己身受病痛 卻還是如天使一般溫暖 三地新聞 許趙偉 蔡俊錡 台北報導